我出去吧 你把阿姨看一看 耍流氓 我耍什么流氓 我们 谈恋爱 如果我沈欣若 这辈子只能跟一个人在一起 那么那个人 就一定要是陆星妍 陆星妍 我好像 越想越来越喜欢你了 也想你更喜欢 你干吗 妈 终于暴暑假了 可以抱着我女朋友睡觉了 我跟你说 你最好收敛一点 陪一今天还问我呢 你吃点谈恋爱了 她问你了 她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哪知道啊 我觉得我们得找个机会 给陪一坦白一下 也不是不愿意告诉她 只要告诉她之后吧 她唠叨可没完 你等你想好了 再来找我 快出去吧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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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把阿姨看一看 不要继续 你不在啊 我 我 我等一会儿再来啊 我等一会儿再来啊 我 你现在开心了吧 他全知道了 你别推我 我去 我去 我去解释 我去解释 痛 痛 痛 你知道痛啊 不是色酸梦 那你跑入房间干什么去了 耍流氓 我耍什么流氓 我们 谈恋爱 谈 谈恋爱 你 可若若 是 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在一起有段时间了 本来之前 就想告诉你单脸 你 干得漂亮 这是你长得这么大 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来 我可跟我说说 什么时候的事 你俩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它长到什么程度了 你可跟我说什么样了 请请 请请 你还好吗 无论你在哪儿 你现在先给我回一个消息啊 我让我担心你 你别担心 我没事 我想一个人亲戚 喂 怎么了你 我来你都没发现 没有啊 等你呢 工作的事情忙完了 本来今天晚上想约亲戚吃饭 但是她说她想一个人待着 我就回来了 好 我怎么不吃啊 我从刚进来就觉得很奇怪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呀 赶快吃吧 你不说我不吃 今天许承舟跟我说了件事情 度假村接到了一个新的活动 活动 那不好事吗 这个活动 是 是一个葬礼 谁的葬礼 是 你 爸爸的葬礼 我爸 他 什么时候的事 叔叔得了癌症 应该是在国外治疗的时候 因为病发症去世了 我先回去 知道这些情况 他 他 他什么时候回国 因为遗体回国很麻烦 所以叔叔的 家属 已经同意在那边火化了 到时候他带着国会直接回国 在度假村办的是告别仪式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安慰到你 但如果想说 乱发生什么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有点累了 我想回家 好 我送你 刚才看你一口都没吃 我点了面皮还有馅 我给你包几个馄饨 我不饿 我给你包几个馄饨 你知道 胃其实不只是一种消化器官 而且也是一种情绪器官 当你好好照顾他的时候 你的心情也会变好的 我先去给你做 等你想吃了随时得到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 等好了我叫你 嗯 嗯 嗯 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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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疼 沈光阳 你为什么对我说出那样的话 我放弃自己的工作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我从来就不否定 你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 但是你现在怎么变得 整天的在挑我毛病不是这儿不对 就是那儿不对 过去坐在钢琴前门那个泥 哪儿去了 这怎么变得现在只知道柴米油盐 柴米油盐 你在干什么 柴米油盐 你跟我说柴米油盐 好 我问 这家里的菜做得有人买吧 一日三餐饭做得有人做吧 是若只喜欢吃我做的菜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家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老老上上不都是我一个人在忙活吗 说了 柴米油 你不要总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 家庭的责任是希望我们两个人 共同承担 我不能理解你你我 爸 妈 你们俩她怎么了 没事 那什么你写作业 不过你妈出来 没事 没事 欣若 没事啊 没事 宝贝 没事啊 来 你先写作业 饿了吧 一会儿妈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火锅 好不好 嗯 来 来 下去吧啊 一会儿做好了妈妈叫你 我妈去世之后 我感觉我的天都要塌了 姐 随便 姐 姐 但是我在我爸的眼里 看到的居然是一种解脱 让我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我的爸爸 居然跟我的班主任方老师 走在了一起 后来你也知道 我就来了名利 然后我就去上了大学 我爸也试着跟我联系过几次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见他 他给我发的消息 我也老是不回 你好 欢迎摸入 你怎么来了 我这儿走一会儿这儿 然后顺路过来看看 你把经理喝杯咖啡吧 你把经理喝杯咖啡吧 是我的 自食其力 我不是说过吗 我不需要你 你怎么还不明白 到什么时候 到改变不了 你说我女儿这个事实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爸是不是也得 往前走一步 我是不是也得 有自己的身份 爸求你了 别恨我行吗 这么多年 你还是没变啊 宽于带景 言于律人 你有权利去选择你的生活 那我也有权利去选择我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生活里没有你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我知道 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 我应该不会说那么过分的话吧 我觉得我爸应该还挺恨我的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他不恨我的话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已经生病了 他为什么不让我跟他见最后一面 不管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没有跟他好好告别 其实我也蛮内疚的 这是我的遗憾 沈叔叔 你可能不是一个好丈夫 或许他也不是一个好爸爸 但是我觉得你对他不需要有那么多恨 毕竟他作为一个成年人 他确实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我觉得 是该到放下仇恨的时候了 现在不管是放下还是不放下 恨还是不恨 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其实你还有一个机会 其实你还有一个机会 想听吗 今天我们核对了告别一时的流程 你爸爸临走之前特意交代 希望能让你 来作为他告别一时的致辞人 你心里不是有很多话想对他说吗 你心里不是有很多话想对他说吗 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 讲给他 我相信他在天上 也一定可以听到的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艺术家 他的艺术成就非常的瞩目 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有所了解 身为他的女儿 今天在这儿 我想对我父亲说几句话 其实在今天之前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并不和谐 我们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互相联系过对方了 我一直以为 我们两个人 情感之间的纽纳 可以淡薄到忽略不计 但是在我知道他去世的那一刻 我才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两个月灵魂的深处 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我们有着非常相似的性格 非常雷同的处置方式 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 他们都在我身上 留下了深层的眼睛 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是他的女儿 这是永远无法更改的事实 当时我非常排斥这句话 结果到现在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 我感谢我的父亲 我感谢他给予了我生命 一切的因果是非 都已烟消云散 我希望他在此 可以获得永恒的平静 好 什么妙 醒若 说得好 他不是死了吗 什么情况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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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 沈叔叔 他不 这怎么过去 这没说过 都来了啊 一天之内 能见到这么多的老朋友 我这场仪式就没白办 我之前一直会想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离开这个世界 大家究竟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评价 所以啊 我就举办了这场告别仪式 也想听听大佛的心灵话 本来呢 我是应该在这场告别仪式最后的环节 来一个闪亮灯场 但是我女儿刚才讲的那番话 我特别地感动 所以我没控制住 我提前冒出来了 感谢我的女儿 是她 让今天这场告别仪式 蒙上了一层新的含义 我也特别高兴 她能够告别之前的那些怨恨 让我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获得了短暂的新生吧 隐陶 就还能够告别仪式 我 还是觉得 她能够告别仪式 真的还能够告别仪式 我 我 啊 而创造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让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不留遗憾了 好 好 停 开车 若 你听我解释了 你早都知道这件事是不是 我刚刚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但没来得及了 你有病吗 别跟着我 景洛 女儿 景洛 难道你不想跟爸爸说的什么吗 我想说的 早在场上说完了 爸爸知道跟你撒谎是爸爸的错 但是这么多年 爸爸心里一直很惦记着你 什么这种方式来接近你啊 你还真是好口才啊 都改不了实实 习惯性的撒谎 被你包装得这么冠冕堂皇了 方老师 你俩是个梦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你人都死了 我总要过来祭奠一下吧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们俩结束了 你怎么被你缠着我干什么 你生病几年 我为你跑前跑后 我连工作都丢了 我照顾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不爱我了 现在倒好了 你说出国看病了 半年时间就有了新欢 你的爱就这么廉价吗 我是你的妻子 你能负一点责任吗 你闭嘴好吗 我凭什么闭嘴 我凭什么闭嘴 我哪一说都不是事实了 不是 这就是你的新欢吧 我今天都要看看 你们迅速了真正的爱情 你闭嘴 好好的一个小姑娘 你什么不干啊 你干这种沙塞滥的事情 你别闭嘴说话 谁说沙塞滥了 你在说什么呢你啊 你们要已经分手了 我更多爱才是真爱 有什么做 是 只关要谈恋爱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呢吧 她给你那多少真爱啊 两分钟还是三分钟啊 闭嘴 不就是为了钱 你赶紧开啊 开 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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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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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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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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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份多秒的时候 就喜欢上你了 那个时候你浑身透露着青龙 但答题的时候 那种专注和认真又深深吸引着我 我那时候就感叹 怎么会有这么睿智的女孩 但没过多久 陆欣就在节目里跟你求婚了 我以为我这辈子没有任何机会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呢 就要嫁为人妇了 直到到了慕妮黑 咱们谁也没想到 我们居然成为了室友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多好心吗 你们这事吗 绿丝 没想到我心胜又是你啊 那我 好 好的 好巧 好巧 没想到 我们在这儿成为同学了 您怎么来这儿留学了 没见会吗 我 等我知道你和陆星岩 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 当我看到你还和陆星岩在一起 我就没有走出那一步 因为我感受到了 你那时候真的很快乐 所以我不想破坏你的生活 我就一边心里喜欢你 一边莫过祝福 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一直快乐下去 但陆星岩让我失望了 但陆星岩让我失望了 你们分手之后 我看到了陆星岩给你带来的伤害 悲伤 痛苦 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很难受 非常难受 我开始讨厌她了 我讨厌她放着这么好的女孩 没有好好珍惜 我讨厌她这样伤害你 但我还是不敢 不敢迈出那一步 不敢迈出那一步 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她 我以为我只要 默默地守护在你身边 等到她在你心里 彻底消失的那一天 我就可以向你迈出那一步了 她没想到 兜兜转转 你们又相遇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补拍一些素材 我去接个电话 喂 张旭 所以那天我趁你不在的时候 我把对你的喜欢 告诉给陆兴颜了 原来陆兴颜吃醋 是因为她早就知道你喜欢我 原来我误会她误会了这么久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很龌龊 很糟糕 但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内心的占有欲啊 神经罗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困在你爸爸 或者陆兴颜这些事情里了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 随时 随时 我带你走 去梦里黑 或者玻璃 哪里都行 我给你开出的条件 全部走小河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电视节目 或者再做鬼尼德纪录片导演都行 你 无论怎么样我都陪着你 我们只要去到那一刻 永远都不用 再理会那些事情的地方就好 行吗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我愿意给你时间 给你时间想明白 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 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们两个人 就只能是朋友 我知道 但我还是想给自己 争取一次机会 一次守护你 陪在你身边的机会 谢谢你的关心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 能处理好我的事 我和他之间 确实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但是你的出现 让我瞬间冷静了下来 我脑子里想的完全不是 我要怎么回应你 而是我很自责 我居然误会了陆兴颜 误会了这么久 她的存在 对我来说非常地重要 如果我沈欣若 这辈子只能跟一个人在一起 那么那个人 就一定要是陆兴颜 五号床 这是家属陆兴颜给你送的饭 给欣若送饭 可惜了 我已经给她送过了 陆兴颜 欣若已经答应跟我去柏林了 害怕吗 不可能 她不可能跟你走的 这么笃定 我相信她和我一样 这辈子除了彼此 我可能会爱上别人 是 我真的会把她用来的 但是我也想说 你不许会 我刚才能拿到 我许会 你不许会 我许会 我许会 你不许会 我许会 你不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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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会 提取的骨盔钻 你爸生前就定好了 他说 这样就会陪伴我一辈子 那我爸也就追到会了 追到会 你说的是告别仪式吧 不是已经办过了吗 当时 大家都以为是场行为艺术 其实就是老沈 提前找机会 再见见他的朋友 还有你 好了 不说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带他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拜拜 嗯 原来我一直以为 自己是个小孩 直到现在 爸妈都不在了 我好像一瞬间 就看到了生命的尽头 曾经我跟死亡之间 隔着的那堵墙 原来已经消失了呀 陆夕爷 我追过你了 我会永远陪着你 永远 我会永远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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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头还疼吗 早就不疼了 不然医生能让我出院 对了 我想跟你说件事 那天 御司过来找我了 他说 其实他一直都很喜欢 我知道 我在停车场见到他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他表白成功了 才没有啊 我那天可是义正言辞地 拒绝了他 当然知道 对不起啊 之前 是我的不对 我不应该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哪有说你 没有 这事不怪你 其实这两天 我想了很多 也回忆了很多 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现在有了一些新的干物 什么干物 就比如说 我送你一杯奶茶 在我的世界里 我可能把所有的关心和爱意 都放进了这杯奶茶里 但是在你眼中 它可能仅仅就是一杯奶茶 所以 我们两个对于一件事的理解 是会有偏差的 现在想想 我真的挺幼稚的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爱一个人的正确方式 不应该是自我感动 而是站在对方的视角 去感受这个世界 所以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 什么小小的目标 我会 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 有 画我一个思考 多用你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还有 每天 多理解你一点 每天 多靠近你一点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我愿意 最近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 谢谢你愿意喜欢 陈希露 谢谢你愿意接受我的喜欢 感谢观看